在外面用完餐 很多人喜欢来一杯手摇饮料 国内手摇饮料市场庞大 有连锁业者考量到了保温跟保冰的效果 采用保利笼杯 一年大约是用掉两亿个 但是呢 保利笼杯不容易分解 变成万年垃圾 严重污染的环境跟海洋 而且燃烧的过程中 会有毒的化合物 会影响到人体 现在考虑在年底前 就要公告实施不能使用 买手摇饮料 有些业者用保利笼杯装 但是保利笼杯对环境造成污染 未来可能会全面禁用 保利笼杯的保温和保冰效果 比塑胶杯及纸杯好 不少饮料业者爱用 光是一年就能用掉两亿个 不过保利笼不易分解 变成万年垃圾 环保署拟定禁用草案 最快年底实施 估计将影响2000家饮料店 以前是主动就是用保利笼杯 不会主动 是有要求才给 原本大量采用保利笼杯的 这家连锁饮料店 已经调整为客人要求 才拿出保利笼杯 但像是烧鲜草 需要维持它的热度 业者还在寻找替代容器 这个热的饮料或热的食物 也许微温度超过60度 70度80度 可能有一些致癌物质 就会跑出来 本的话它是人类确定致癌物 毒科医师赞成禁止 因为保利笼式具备乙烯发泡制成 预热预酸性物质 包括柠檬都会释放出致癌毒性 损害肝神功能 因为回收率不高 那不易分解 那如果被民众不小心丢到环境中 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环境的问题 台湾线索政策上路12年 虽然规定有店面的餐饮业 不得提供塑胶类餐具 包括发泡塑胶 但环保署禁用保利笼杯的政策 多年来指纹楼梯像 台中市台南市早在2013年 就禁用保利笼杯具 中央现在才规划 这动作慢了好几拍 记者流量喝烧玉米台北采访报道